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搭巴士或者乘坐 私家车到学校上课 网络上却流传一段视频 显示有人竟然开着直升机送孩子上学 沙南警区主任助理总监莫罕默伊克巴尔指出 警方已经把案件报告交给大马民航管理局调查 以采取进一步行动 沙南地区的民众早前拍摄到一架直升机降落 再送一名石达生态公园私立学校的学生到校上课 警方证实直升机是在4月17号早上8点左右 降落在沙南U11区 五级班达拉在野的地区的空地上大约15分钟 视频在网上广传后 沙南警区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组主任已经自行报案 并转交给大马民航局接手调查 咳 Edwards桀ק weren't at 甚至应该刘者струк不复 fair 伙伴 如果巴尔 local 还需要听兵员 这样做一些故事 絮像9月11日 地区